花莲0403地震重创了花莲的观光产业 没想到23号连续地震让花莲当地的观光可说是雪上加霜 花莲的海洋公园先前受到0403地震的影响 宣布休员一个月进行内部整修 无奈遇上了23号的地震 导致修复工程被迫暂缓 而在旅宿业方面住宿率跌落到一成 初步估计损失金额高达20亿 另外在市区某间饮料店 亭业大约两个星期修复 又碰上了23号的地震 店内的灾情瞬间又被打回原型 碰到一声巨响 镜头猛力摇晃 整栋房子摩擦出尖锐声响 吊灯360度旋转 柜上物品外头电风扇也被震到摔落地面 墙面瓷砖也不敌强震碎满地 23号凌晨2点26分 这起规模6的强震来得措手不及 哇 都立丢 这是青人 来到店内厕所墙壁军裂钢筋裸落 时隔约两个礼拜无情天灾 再次乱了阵脚 这间位在花莲市福建街 经营超过6年的音乐电台饮料店 在0403大地震后 店外的铁门才硬生倒下 现场一片凌乱 夜者花约两个礼拜修复 预计25号重新营业 无奈又碰上地震搅局 店内灾情再次打回原型 我们工作区域的地方 然后整个红砖的侧墙 隔间墙也倒下来了 而受到23号地震影响的 还有花莲海洋公园 受损比较严重的 其实是在一些地面 跟外部的一些市墙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是需要重新再来做一次修复的工作 花莲海洋公园原定5月1号开园 为了考量安全 开园日起将在延后 另外旅宿业方面的观光产值也同样不乐观 我们从平日的住宿率4成 假日7成 降到现在一成以下 甚至非常多的旅宿业当天都是零件 23号地震在冲击花莲地区 业者粗估损失金额高达20亿元 业者就判相关单位给予一臂之力 赶在暑期望祭前复苏在地观光 据说陈今夜 花莲报导